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那一阵风起之后 飘舞的银行似乎都有了温度 我想那是你给予它的温度 有一只小兔子在春天的原野里遇见了一只孤零零的小熊 小熊不说话 小熊把所有的蜂蜜都给了它 我总是在解答着一个又一个问题 知识 人际 万物的终极 后来遇见了你 我不再执着于那个谜底 或者说 我已经解开了所有的谜题 当整片城市都在脚下的时候 心里的不安就会消除 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 没关系 我有难心 等你慢慢开枪 你该高兴的是 自始至终只有一件 那就是我认定的人 从来只有你一个 即便不是在童话中 希望你渐渐空会能成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我记忆里的你 只有高中的样子 那个时候你的头发比现在更长 特点鼻息 在练语时发现能量波动 坐标已放松 你觉得正义是什么 是他在我坠落的时候 紧紧地拉住我 我已经在了我 和你在一起 只要有你在 我就无所畏惧 让你 交给我 我会身体力行地陪你到老 绝不需要其他东西待老 有时候我也会想 那些鲜花和掌声真是属于我的吗 你好 我是一名黑客 我叫King 因为 只有你能将我从黑暗中 突然是什么时候 找到你了 薯片小姐 恭喜你 一些人发现奇迹 而另一些人 创造奇迹 你的存在对我来说 本来就是个奇迹 喜欢 喜欢你 最喜欢你了 能遇到她 是我的幸运 我研究过很多人 但迫切的意愿 却只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我现在 对她没有把握 你可以 叫我爱吗 和你经历的一切 都很耀眼 你不知道 你让我有个想法 时间或许可以抚平一切 唯独你 不会成为我时间中被抚平的碎片 这一次 不要再拒绝我了 我生命中的所有美好 几乎都与你有关 有我在 你怕什么 相信我就对了 你这反应 我期待你让我见过着任何未来 不想多斗几下 你对我来说 可是很重要的人 你想知道 小兔子和小熊后来怎么样了 我对那个傻傻的女孩 心里是怎么想的 银杏还会乘着风 继续着更多的故事 你问我 谜题和谜题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选择你